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闺门典范 闻城楼玉洁百年永好 他说的这人 是我吗 赐玉碧一对 锦断食匹 拜 谢顺畅 谢顺畅恩典 快接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陛下 既要送你 让能否再次趁娘子一道顺废 趁着龙家此番顺应 当着宾客们的面 再送他一道表彰 既送了程家恩典 也全了刘家的灵面 诸位请起床 请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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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下一次 请起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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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这诏书是临步遗替长娘子求的 真的吗 那我得去谢谢紫辰兄 不对 应该是我和少商一起登门道谢 不必了 不认识 既然临将军未曾相告 想了他不应为人所知 你夫妻二人日后都少与他来往就是 快去招待宾客吧 好 我这就去 再职讨论 你频道 你不认识 好 怎敢轻易停用 我愿什么都瞒不过此生 不失此生 君律师为伍而来 还是为 我知谋先生 对冯义军的地心 了如之真 如今圣上 急需于途平盘 你若能助一臂之力 往后 定能雄途广阔 只是 若真的成为同胞 日后 他是无法与我 少埋忘了 刚才的话 林将军得听见吗 既是如此 我秉持说了 我赴早丧 只留寡母幼帝队 阿姚心思单纯 我自然得用心看顾 免得遭人欺诱 我虽好公民 也想在朝堂展露头角 但再看重机遇 也不会伤害 生命活着的人 我今夜便出发去冯义军了 你不必点心跟弟 我找你 只为于途 既是林将军所求之务 今夜 必送到你手上 有劳吗 告辞 你还认得我是你的大伯父啊 我说 成娘子真厉害啊 方才吓得我气都不敢出 还是成娘子举止不乱 成娘子受皇帝嘉奖自是有礼 非但知书懂礼 还核心悦性 知书懂礼 不敢当 不敢当啊 阿姊们 成娘子过签了 你是说 身上错了 我并没有说身上错了 是少商错了 少商并没有身上说得这么好 没有伸到身上夸奖的那一番 是少商的不是 少商的不是 少商不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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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的不是 我们敬你一杯酒吧 我们敬你一杯 我们敬你一杯 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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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阿姊们 多谢 多谢阿姊 这怎么会如此 多谢阿姊 这怕一个不学无守之人 为闺门典范 你再这段扣我这儿 都行 还想给你按摩 再打一顿吗 谢谢阿姨 我照顾这个 来 来 来来来 来 女孔子 女孔子 真英雄啊 你怎么做到的 长江子 往后吧 你给我们说一下就好了 去公司 长江子 你跟我们说一说呗 说一下嘛 阿姊妈 我有事情 先先告退了 这是怎么做的 是怎么做到的 是怎么做到的 长江子 长江子 你怎么做到的 你说一下嘛 长江子 你怎么做到的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你看 排队敬我酒呢 看到了吗 女公子 林将军让我传达三句话 第一 她说她真有话要与女公子说 第二 她叫女公子放心 她绝对不危害女公子的 请女公子信她 叶芳 你去跟她说 我是绝对不会与她见面的 此事不妥 还有这第三句 还有这第三句 林将军还说 女公子若不去 她便亲自来寻你 到时候惹出大事来 你就等着退情嫁给她吧 倘若女公子当真不去 她就当 她就当这是隐婚之业 我陈绍生 还能受她胁迫不沉 她在哪呢 你带我去 走 她在哪呢 你带我去 走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听闻我找你便过来了 还是听了那第三句话才来的 林将军对我有救命之恩 还多次相助 将军的热心忍和 我自应该以诚相待 只是不知将军约想你再次见面 是为何 看来是都听了才能当 也好 你能学会警觉 是好事 将军若实事无事 烧伤就先告辞了 臣娘子 容在下与你多说几句 你不必担心 我已经打发了此处守着的龙家侠人 你我相见一时 我不想令你为难 也不想被任何人知道 林将军 你也知道 我与阿药即将成亲 你这样贸然约我出来 实在是不太妥当 你将来想做什么 我是说 除了嫁人 有好些想做的 想汇集好多衣室 将他们的医术和建设 汇集起来 做成册 造福世人 还想改造笨重农具 这样又能省人力 还可造更多的粮食 还有 想建一个冶炼之处 画更多的气血 看看是否能造得出来 还想 林将军今日约我来 就是想能这些 你心在广阔天地 你我并非同路之人 那是自然 你是你 我是我 对 你是你 我是我 今日应就是你我最后 一次简单 这一群 将军此话还增加 是前方战事要紧吗 要去何处 死刑需多久 今夜出发 此去便是马哥故事 这也是我们从军之人的宿命 陈少商 我知道你想与罗瑶威风 但是千万别着急 我会求圣上 为你们寻一处安稳之地 不要硬着想要逃离家中束缚 别什么穷山恶水都去 你身体内容 挨不住他 你身体内容 我饭了 我饭了 我请从未好好听过你的地上 此处危险重重 林将军请多保重 若将军想听 带你凯旋 我定垂地给你听 还是不要了 你的地上 要是有病的狼血管 一切好生家围 若我有限归来 我再想见了 从此你梦梦 我再想见了 我还一直在 你想回去吗 我再次都能不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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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次都能辜负 还能不能辜负 在我的回想 你先看到这些孔子 我再次都能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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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知道嫁过去会是怎样光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方 先想起来 自你为相识 我请从未好好听过你的地上 此处危险重重 林将军请多保重 若将军想听 带你凯旋 我定垂涎给你听 双手工 大队在城外集结文毕 合适出道 即刻 是 大队在城外集结文毕竟 我要问说 可要是 大队在城外集结文毕竟 正好 杀手的 企图 反正 更好 参见陛下 陛下 臣等幸福辱命 现已生擒拥王父子 好 林将军 吴将军免礼明身 谢陛下 贺家父子可有幸存 回陛下 臣去迟了一步 贺家举家殉国 若不是贺将军一家的舍身之功 为子胜也不可能如此迅速 勤获勇王返回都城 实在苍天 这算正义员终成梁将了 贺将军为婚事与朕离别时 英荣孝谋不在眼前 谁知道 再归来 却是于朕生死了别了 陛下 何将军临终前还有嘱托 他还有何心愿 只管一一到来 朕一定成全他 何将军忧虑 膝下只于一双儿女 妻子年幼 其女昭君 在与萧世子成亲前本与娄世子定亲 现如今萧逆或朱或秦 萧家与何家前婚禁破 盼能与娄世子再结姻缘 娄世子不是已经定亲了吗 何将军并不知晓 娄太父之职与成侍女定亲 所以才会有此心愿 何事此行悲壮 礼虽不和 但可容情 老臣 请陛下决断 决断什么决断 为人臣子 尽忠为国是本分 说句不忠听的话 难道立了功 就可以协功求报了吗 话不能这般说 那何家人死得差不多了 是不是也该怜悯些 照大将军的意思 陛下因下旨成全此事 大将军可想明白了 此例若开 今后若哪家死伤惨烈些 是否就可凭借功劳 求去别家之巫 那娄成两家 不是还没成婚的吗 顶亲便是许诺 岂能轻易反悔 但国法之外也有人情 何事一族忠勇动天 何将军的遗言 是应照办哪 不说季老头 你到底站哪边啊 此乃国事 也是娄太父的家事 所以理当先问问 娄太父的意思 娄太父 不知您是怎么想的 这两家彻定 听何先问男家呀 这不是欺负我成贤帝 没在朝堂之上吗 这可确实难办了 什么 阿姚这几日都不会再来了 都怪这个袁善贱 阻拦我和阿姚相见 非说会耽误学业 还让我当心乐极深碑 当真是胜了一招 不许相见野父的毒罪 妙妙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袁夫子也是爱护了公子 才阻拦你们的 袁夫子也是见不得 他和阿姚腻歪的样子 深感不适才阻拦吧 还真是以毒攻毒啊 三兄说谁是毒 莫非阿兄们也看不上阿姚 我们不是看不上楼家公子 我们是看不上你 你一见到他 就笑得像咬着鸡腿的 隔壁家二望 你才像隔壁家 别别 谢谢阿姚 好 你别理这些凡夫 素子 少少 出大事了 出何大事了 老得七千阿姿跑成这样 我阿父刚从宫中回来 说冯一郡一战 咱们胜 幽王父子已被擒获 现已压介回都城了 都城的百姓 都在城门口瞧热闹 这不是好事吗 为何说这出大事了 好什么好呀 这不好的是你 你可知道 那何将军满门战死了 何将满门战死了 可怜 那为何不好的是我 这就是欺负我们成家 卫在朝堂上了 难道就没有其他 抚慰合适的方法吗 非要用我们鸟鸟的婚事 来送人情 楼太傅竟然一句话都没说 那老小子像被割了舌头似的 地府先别急 此事还没定论呢 我急什么呢 既然楼家不敢当场做决断 那就等他们想清楚了 再来与我们说话 就是 大不了不截这门轻视就是了 我家鸟鸟又不是没人要的 当初急切求取的是他们 如今做缩头乌龟的也是他们 我诚实 可以不要阿瑶做狼戏 我家鸟鸟 绝不能受这般欺辱 何所来运气不好 心里还好奇呢 为何此次婚事会有此事 没想到 竟在这儿等着我 侄女莫愁 只有楼家没表态 这桩婚事就还在 楼家尚未表态 并不是在伙我们陈家 而是在权衡此事 看此事答应了 是收到的非议多 还是得到的好处更多 妙妙说得对 楼太傅这只老狐狸 不得利 怎能轻易决断 只是妙妙啊 此事设计你此生 抛开楼家 你自己如何想 我自己想的从来不重要 我是心疼阿瑶 好不容易 可以外放 离开那便去的家 可如今 就差一步 此事最委屈的人不是我 是阿瑶 是阿瑶 我只是嫁不了想嫁之人 可她 却要去不想娶之人了 我是阿瑶 我你只有天宋 我以为你 这一 month 你全都没有 aquellos 要是哪些 你便 要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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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子 大伯父 你慌疼够了没有 你非要为我们楼家 惹出什么丢人的事情来 你才肯罢休啊 还不快滚下来 你连墙都翻不过去 还妄想翻天马 都不许动 好 通报二十房 让他们派人来抬 是 是 我的嘴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别说肾上风和召军安城军 就是安城郡主 安城公主 我也是不要 那你也不可贸然行事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京姑该得有多伤心啊 家主吩咐我过来看看阿瑶 没想到你竟然有这般出息 月儿儿女情势 硬生生摔上了腿 我倒要问问 何家满门中烈 除昭君几期有地全家死绝 难道你就只想着儿女私情 何昭君从小我就不喜欢他 可怜我家阿瑶 被他欺负了这么多年 这枚亲事 我不同意 我知弟父一直不惜赵君 不如这样 等他嫁过门来 由我来教导 你只管享福就是 自阿瑶与少商定亲以来 日日开心快活 现在又怎肯逼他 去娶他不喜欢的女娘 还轮不到你插嘴 你们啊要以大局为重 甭大礼说 何将军为国捐取 甭小礼说 他有恩于我们娄家 无论为重为义 昭君都必须要取过门 即使念及何家恩情 当初四父何必火急火燎的 给你家大郎定亲 若是为陛下着想 何家只说让何昭君 嫁入娄家 却并未指明是我们家阿瑶 你何不让你家二郎 娶了何昭君 别当我们孤儿寡母的 都是傻子 休得妄言 你发的天哪 君姑说得有何错 你舍不得自己家二郎 吃何昭君苦头 却偏偏祸害我们阿瑶 我又告你忤逆 你又不是我君姑 你如何告得了我 我不娶她 若伯父伯母再敢逼我 我就再与何昭君成婚当日 当着所有宾客的面 将楼家大王如何急着定亲 只为不娶何昭君的其中曲折 一一说住 让他们给我们听理 看看楼家大王 做事是如何的处心积虑 退不退婚 由不得你 我这就着人去程家地铁子 招他们来退亲 自阿瑶与程家四娘子定亲以来 果然变得不一样了 竟懂得事实距离力争了 少少说过 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你需要自己去争取 你需要自己去争取 那竟然将廷尉府大狱的侍卫全都轰走了 怎么 是想于本王死下说说提己话吗 是啊 snow 帅王这些年来始终在风衣群 腎上召你你不是伤了便是病了 难得见庸王一面 可不得好好说说话吗 有什么好说的 成王败寇 本王任命便是 所有一切 都是本王一人所为 偶尔也不过是听令行事 本王死不足惜 只希望生上面旧日之情 留他一条性命 雍王还真是慈父啊 只是不知 这所有的事 包不包裹当年孤城一案 令将军说什么 本王听不明白啊 你若真不明白 又怎会一接到身上诏令 便立马起兵谋反 你明明心知肚明 若只是萧世子贩卖军蟹 身上不一定信你有谋你之心 就要你的性命 但若加上 当年你在孤城便偷卖军蟹 知孤城失守 知身上的义兄全族惨死 身上定然不会放过你 可不其然啊 我而遇本王说 他是通过那许禁忠的门路 得到军械的 而许禁忠落入你的手里 本王便知晓这一切瞒不过了 王本王还赐了他个尽忠的名 他个不忠不义的东西 要不是本王当初提拔他 他现在也不过是个臭打铁的 若不是他出卖本王 供出孤城之势 本王又何苦兵刑险招 将自己半生的功绩 毁之殆尽呢 庸王还真是喜欢以己夺人哪 你为一己之力 还孤城全城降势于险境 这是不义 你不听圣意 带兵谋反 这是不忠 你也不过是个 不忠不义的东西 怎敢指望他人替你保守秘密 不过有一点 庸王你料错了 那徐禁忠 并未告诉我这些事 我伤未伤他 他就已经死了 圣上招你回渡城 是想听你亲口解释 饶你一命 而你 却怀疑自己已经被徐禁忠出卖 所以立刻欺凭我犯 是你自己的愚蠢 葬送了你的性命 不可能 是圣上要杀我 我才反的 本万不 不曾选错 这便是报应 你可是因为你 多少孤臣将是死的 多少百姓流离失所 好 我请问你 这些年来 午夜梦回 你可睡得安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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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